你可能很难想象 这条看起来比水沟宽不了多少的小溪 当年到底有多热闹 根据当地县制记载 康熙19年 最多是这里每日刑罚300余搜 罚刺上的当然不是游客 而是茶商和茶叶 这里就是福建武夷山 夏美谷村万里茶道的起点 万里茶道先起于17世纪 是丝绸之路衰败后 非常重要的中欧路上商岛 从武夷山到中俄边境恰个图 再在俄国境内延伸至其他欧洲国家 中国茶叶由此大行其道 2019年万里茶道 被国家文物局列入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夏美村曾经的辉煌 在保留下来的 30多座清代古名区中 仍可窥见一番 要说其中最具标志性的 那肯定是邹氏加茨 邹角源起江西南风 康熙33年 邹角来到夏美洛湖创业 通过跟来这里饭茶的竞商合作 积累起巨额的财富 之后邹家在夏美修好宅 建码头立家思 哪怕到了今天 你仍能感受到这个家族当年的过处 这里的古名区 每面多是砖雕 外部有高大的蜂火墙 村民自古 就是天南海北汇聚而来 使得这里成为多籍贯 多姓氏的大村落 现在这里仍有2800多名元住民 我在小巷里游逛的时候 虽然内心有这里是景区的认知 却会在居民买菜送娃开门泼水的瞬间 背着浓厚的烟火器 带入最细微和普通的生活 鸦片战争之后 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 有了更便捷的通路 围山地区的茶室中心随时转移 下面也就慢慢走向了衰落 解封后公路的修建 只是彻底结束了这里 做主法出行的岁月 哦对了 当地人告诉我 风雨郎下面的这些栏杆 叫做没人好 说的是媳妇平栏眺望 等待外出饭茶的丈夫归来 感谢观看